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15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李云霄的小红伞被纳到剑盲破续的防御 已经无法引顿 顿时将伞收了起来 目云镜凌空一照 一道道的镜光在身前结阵 凝出了数十块镜面 他的人往其中一走 立即消失不见 那庶民舞者冲入镜面内的同时 李云霄的身影从另外一端走了出来 从容的凌空一指 九柄宝剑高悬上空 往镜面处坠落下去 在剑气之下 那数十块镜面 尽数的破碎 九柄剑带着无穷威力斩下 四名舞者刚从镜阵中脱困 立即陷入了九剑之中 那剑气凌空压下 让他们脸色大变 一个个露出惊骇这色 各施手段抵抗 李云霄嘴角浮现出冷笑 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身上开始浮现出腰化的状态 同腰龙合二为一 魂力也瞬间攀升至九阶 单手印绝一变 那九柄长剑立即结出了剑阵 一个剑符凝聚而出 瞬间剑气纵横开来 如同一道漩涡 将四人全部卷入进去 啪 啪 四名舞者的身体 在那剑海漩涡之下 陆续爆开 惨叫一下 就彻底的化作血雾 李云霄见识一收 从容的站在一旁 湖水冲刷起来 立即将那些血雾卷走 似乎从来都不曾存在过这四人 远处率军威 清楚的看到这一幕 顿时大叫道 云霄大人 快来助我们 李云霄一招就灭杀了四名五弟 让他看得一阵心惊 顾不得面子什么了 直接大声求救起来 李云霄看了一下 那些中邪的舞者 智商并不低 早已经分出了大批的人 围困帅渡两家之人 魏家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也已经死的剩下四人 面对着六名舞者苦苦支撑 魏东阳狠斗之下 眼角的余光瞥了过来 露出无比的怨毒 李云霄脸上露出冷色 懒得理他 直接飞入了帅家阵营 虽然魏东阳是六星五弟 但他还真没有放在心上 李云霄冲入战圈后 立即将悬雷金云吼放了出来 他大吼一声 就朝一名舞者扑了过去 身上的金色雷电散开 化作一道道细小的雷龙 朝着四面八方电去 众人都是一惊 虽然悬雷金云吼是刚刚跨入九阶 但九阶妖兽极为凶悍 而且那金色雷电异常的罕见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那名舞者也是被扑了一个措手不及 直接被悬雷金云吼电得全身漆黑 然后撕成了碎片 这凶悍的神情 立即吓得周围那些舞者脸色大变 却是振奋了己方的士气 那一直被压着打的局势 出现了反扑 现在所有人都是靠着丹药 在苦苦支撑着 早已是遍体鳞伤 这一下连最后一点气力 也激发了出来 拼死的反攻过去 李云霄双手掐绝 十一柄北天寒心剑 环绕在周身 剑气越来越强 此刻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便是随着剑数的增多 他对每一柄剑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差 现在和妖龙合体 魂力直接跨入九阶的情况下 掌控十一柄剑都有些困难 如果说是根据万剑图上的所指 要掌控万剑 那如何能够做到呢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些绝顶的功法 未必真的完整 因为这已经是近乎超越武道的存在了 当初创建之人 自己就未必能够掌控万剑 其实李云霄的猜测 与事实倒是十分接近 这所谓的万剑 也只是当初创建的武者推演出来的 剑图 指十一 李云霄亲和一声 绕旋在身侧的十一柄剑 立即汇聚成一柄巨大的剑形 凌空飞起 朝着那群重邪的武者斩去 一个剑幅在那剑形上闪烁不停 散发出刺目的金光 李云霄手中绝印一变 轻贺一声 那剑幅随之变化起来 巨大的剑形瞬间瓦解 裂成无数柄细小的剑气 密密麻麻 如过江之计 所有人都是心中大害 能够感受到这一剑的恐怖 同时更是内心大喜 几方之人越强 那胜算就越大 剑云化雨 李云霄亲和一声 右手一扬 那无数细小剑气 纷纷凌空洒下 如同斜风细雨 整个空间都席卷在 这片剑雨细芒之下 那十余名中邪的舞者 都是露出骇然之色 想要退开 却发现整个空间 全被剑气锁住 一道道的剑气 如同针芒射入体内 大肆的破坏经脉 有几名本就重伤再生的舞者 在这剑雨下 终于不知 地气被直接射穿 身体马上变成了马蜂窝 死的不能再死了 漫天的剑气之雨 灰灰洒洒 在湖底回旋 不断地冲击着 那些舞者的护体地气 李云霄额头上 蹚下了冷汗来 刚刚祭练完葫芦小金刚 还没有怎么恢复 就施展出如此耗费魂力的一招 不过片刻就支持不住了 立即掐绝一收 那片剑雨瞬间消散 化作十一柄长剑飞回 逐一排开 斜插在他的脚下 寒气逼人 李云霄整个人 脸色瞬间苍白 浑湛气法再难维持 妖化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 他急忙吞了一枚丹药 开始调息起来 就在这一招的空隙 几方舞者一个个喘了口气 又是大把的丹药吞入口中 愤怒地厮杀了上去 悬雷晶云吼 也是脚踏金色雷云 咆哮冲上 原本的颓势 一下子逆转过来 立即将对方杀的极度被动 另外一边 魏家之人似乎也被鼓舞了一下 又斩杀了两名武帝 但自己也损失了一人 变成了三对四 慢慢地在扭转败局 但魏东阳 此刻连死的心都有了 十余名家族强者随着他出来 现在只剩下两三人回去 怕是一回去就要受到家族制裁了 出现如此重大的损失 即便他是组长 也难逃惩罚 突然间 李云霄猛然一惊 大喝道 小心 众人都是扼染了一下 不明所以 只见那墓垫内似乎有连衣荡开 一道剑气射了出来 李云霄急忙 剑决一指 脚边的十一柄北天寒心剑骤然飞起 在空中凝成巨剑 凌空朝着那墓垫斩去 砰 那十一柄剑的剑翼化形 直接被轰击散掉 剩下的剑芒之威 更是斩入李云霄体内 将它震飞了出去 李云霄大嗨 身体内立即散发出一道道的精芒 不灭精神员弓 自行运转起来 将那道剑气余微 彻底的碾碎 即便如此 胸前还是开出了一道血口子 数道经脉被斩断 但几个呼吸之下 又自行恢复了起来 被太医玄器 洗涤全身 炼化了所有杂志 冲击到五地后 他的肉身也有了质的飞跃 虽然还比不上傲长空的大城之体 但相比普通九阶妖兽 还是要强大不少 墓殿内的那道剑气一出 所有中邪的武者皆是大惊 纷纷丢下敌人 急忙往墓殿之内逃去 三家之人自然不会去追赶 虽然开始占据了上风 但已经是拼得油尽灯窟了 谁也不愿 也没有力量追过去了 一个个开始取出各种天才地宝 调息起来 帅君威也是脸色发白 不断的喘息着 一站下来 他们帅家只剩下两个人 杜家剩下三人 魏家也只剩下两人 三家一共死了近二十人 基本上是全军覆没的状态 但是战果也是异常惊人的 满地尸体 加上李云霄和悬雷金云吼击杀的九人 一共兼敌三十余名武帝 任谁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 而且这一站中 李云霄的实力 让所有人都变得极为忌惮起来 特别是魏东阳 脑子里基本上就懵了 找李云霄报仇 是绝无可能了 只知道大口的喘气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率军威脸色难看的说道 云霄大人 刚才那一道剑气是怎么回事 李云霄道 于一仙的尸体就在这墓垫之中 手中握着巨剑 那并剑有些古怪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于一仙的尸体也有些古怪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这古怪是什么意思 李云霄当即把自己所见的说了一遍 众人这才明白 但是脸色都是十分苍白 也不知道是元气耗费过多 还是难看得如此 率军威道 云霄大人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都成了这残兵败族 若是里面真的有堪比高阶五帝的力量 那进去只能是找死了 李云霄道 先不用急 都已经到这里了 死伤如此之大 不把情况弄清楚了 怕是你们这辈子都不会甘心了 所有人都是不吭声 事实也的确如此 每一名能够修炼到五帝的强者 都是早已看破生死 有着一股狠劲 杜玲玲咬牙道 云霄大人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除了魏家的两人外 所有人都是坚定的点了点头 李云霄道 军威大人 你此刻试着联系一下 另外那对人马 看看能否联系得上 率军威眼前一亮 脸上立即闪过一丝喜色 他急忙取出一个正盘来 开始在上面打出了一道道的绝印 正盘上不时的浮现出正文 似乎是信息在相互交换 每个不同的势力宗门 都有自己的秘密联系方式 外人通常很难看懂 但是率军威脸上的神色 还是让大家猜到了情况 率军威那狼狈的神色 逐渐转为大喜 狂笑道 嘿嘿嘿 联系上了 他们就在这附近 下似乎是红 retire的 下伙估计